嗨嗨我是雪莉 我们缓缓迈进 今天来到我们andwatch的 第3集男女香的合集啦 想知道我对他们今天介绍的香水有什么想法呢 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 好的我们缓缓的来到了第3集 那今天打头阵的第1支是谁呢 Interru Black Iris Matte 这个尖奏曲黑鸢尾的男香 这款香气开出甜度就很高 乳香香草的甜味就会很明确 就是那种带着粉感的甜味 但是还有一点点浅浅的木质调 橙香木 檀木 加深了这个香水的色调 在我身上呢 还是有一点点浅浅的衣服的美味 但就一点点还算好接受啦 15分钟之后 大主角鸢尾根的香气就出现了 一旦他出现当然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啦 那充满土壤根部的气息非常明显 很man 很阳刚 我觉得其中还会有一点点的皮革香 是不是听起来更man了 那鸢尾根加皮革真的是一个非常阳刚的表现 那越往后呢 鸢尾就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但也越来越迷人 里面夹杂的烟熏感呢 很明确却不会呛鼻 我闻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呛鼻的感觉 会让你想要闭上眼睛 可是不是逃避而是享受它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阳刚气满满 土壤气跟一点点皮革的香气呢 这款香气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interu woman 就是他们的女香的部分 那这里呢一样不会介绍男香 为什么呢 因为男香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就跳过了 那女香开出也非常的甜 不过它的甜是那种清新的甜 蜂蜜的香气 想不到吧 是那种流动性很高的蜂蜜 跟我之前介绍过的那种 动物学家的女王蜂是不一样的 动物学家的女王蜂呢 它是那种已经很浓稠的甜度 那这里的蜂蜜是那种很柔软 你去超市买的蜂蜜 倒出来那种流动的程度的蜂蜜的香气 还会感受到一点点好像在蜂蜡 在其中的味道 还会有这些微的咖啡 檀木茉莉跟粉香 那慢慢的呢 蜂蜜香会渐渐的没有那么强势 在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些 咖啡檀香 茉莉跟粉香结合在一起 那当这些味道结合在一起呢 形成一个甜甜的味道 但是这里面是有着木香 有着花香的甜味的 那这个花香气呢 其实呢 我很难拆解它是什么花香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橙花 有一点点的玫瑰 但是其他还有什么香气 就不是非常确定了 因为这款香气 从头到尾时钟甜度都非常高 所以就算有花香的存在 它也会被削的很弱 所以你实在没办法明确的去感受到 是什么样的花香 那一个小时之后呢 甜味才会稍稍的减弱 但是香气呢 会变成香草香苔 淋漓香豆 木头香气 橙香木的香气 依旧是非常的好闻 但确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香气 比较起来我觉得周冬天是蛮适合 我喷上这款香气的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Journey Man 开出你就能闻到香柠檬 橙花加上一点点的花椒 很清新的香气 这里的柠檬味呢 其实最明确的 橙花是次要的 慢慢的烟草的气息 会一点点一点点的加入这个香气 虽然柠檬仍然是主角 之后呢 柠檬跟烟草的气味 就会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平均 然后就这样一起散发的香气 总体来讲呢 是一个蛮清新的香气 如果你喜欢这种 越带清新的烟草香呢 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下一款就来讲到Journey Woman啦 那Journey Woman呢 开出就是非常明显的桂花香气 里面还透着杏子的味道 带着坚果类的桂花香气 爱桂花的人 你绝对会喜欢这一款 非常甜美的香气 那慢慢的呢 蜂蜜也会加入 这款香气就更甜了 蜂蜜桂花加上那美妙的坚果香气 就是这么的香甜可口 这款香水呢 在我身上并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从头到尾都是这种非常香甜的滋味 只是它的甜呢 从前面自己的桂花加上杏子 最后转换成蜂蜜再加入 更加深了它的甜 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甜美可人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它的月之勇炭的南香 那这款香气开出是一个玉创木 加上蜂蜜肉桂跟丁香的味道 乳香呢是在开出几秒之后呢 才会渐渐加入 但是加入的效果就是让整体的味道更加的香甜 但是粉感也会增加 整体的香气很像是撒了肉桂粉 所以你会闻到那强烈的粉感 那种粉尘飘到你鼻腔里面的味道 甜度呢是蛮高的一款银南香来讲 非常适合冬天喷起来 冷冷的天配上暖暖的热印 就是这个味道 4个小时之后呢 转换成成香木配上广后香的味道 粉感依旧非常强烈 也就会这样直到收节 整体来讲呢 的确是一个深沉高贵的气味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气味呢 不妨在冬天的时候穿上 让自己更加的高贵哦 下一款是月之勇炭的女香啦 开出是明确的花香气 哪一个花香最突出呢 玫瑰香气 但是你还能够隐隐约约感受到 伊兰伊兰的味道 这个花香气呢 配上的是柠檬 所以让整体的荒香气 你可以理解 非常清新 几分钟之后呢 劳丹汁的那种甜味就会加入 虽然缓慢 但你能够感受到 这个味道变深沉了 而不是像开头柠檬那样的清新 4个小时之后呢 依旧是玫瑰香气为主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动物感的设香 配上劳丹汁的香气 所以呢 从头到尾 甜味都非常的足 如果你不介意后面一点点动物感的设香 其实呢 这玫瑰的香气是非常的甜美 我相信任何女生穿上这个都能够非常享受哦 下一款来聊到他们的Liric Man 开出就是实打实的玫瑰香气 几乎没有其他的香气感受 背后呢 会越略的感受到一点清凝的味道 绿色的柠檬 很酸的柠檬在背后称着 当你以为就是这样清新的香气的时候 呜呜 不对 当归的苦味就会飘散出来 加上葬红花的金属感 整个玫瑰会变得很苦 很锐利 感觉这个人 非常不好接近的感觉 不敢轻易的靠近他 你知道吧 自己会受伤了 但是这个当归跟葬红花的香气 会在几个小时之后呢 被干净的射香取代 加上一点坦香 就会非常的干爽舒适 超级好闻 所以这个人呢 穿上这个的人呢 感觉一开始你很想靠近他 可你又不敢靠近他 但是当你真实靠近他 其实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哦 接下来是Lyric woman 那这个女香呢 不太一样 开出是肉购 豆粿 生姜跟柠檬的香气 有着清新感 也有着东方的厚重感 在我身上呢 我非常明显感受到那种 新鲜的生姜味道 不是清新哦 是你用来煮菜的那个 生姜的味道 所以蛮辛辣的 那这款香气的玫瑰呢 很轻微 跟南香比起来 就是非常的弱 是一款花香气 没错 但是它是一种综合的花香气 它有着一蓝一蓝 有着鸢尾 有着玫瑰 那之后呢 串出来的是什么呢 香草的味道 非常奶香 非常香甜 背后呢 还会加以檀木的香气 更增加了那个奶香味 就会这样直到收解 所以Lyric woman 比起Lyric man呢 反而更不玫瑰 反而相当中心 对我来讲 所以如果你是很害怕玫瑰的香气呢 搞不好 女香比男香 更适合你哦 下一款来聊到 Man more man 一开始闻的时候 远远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像是喝酒 克瓜子的那个炒瓜子的香味 咸咸甜甜的味道 然后你凑近身上 仔细吻 才会发现它应该是罗勒苦爱 薄荷那种很清凉 很草本的味道 所以的薄荷非常的有牙膏的感觉 然后在这些清凉的香气之下 其实你也能够感受到 基调里面的香草啊 像木苔啊 跟木质调 总体的味道呢 配合起来有一种就是你去精油按摩店 做芳疗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间店会散发出来的味道 凉凉的 甜甜的 然后有一点克瓜子的感觉 之后呢 甜味会消失 就会留下香苔 跟烟熏感的木头香气 我就会很喜欢了 很好闻 可是前面那个克瓜子味道 牙膏感 加上精油按摩店的那种感觉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很欣赏 直到它转换成烟熏感的 木质调配上香苔 这时候我就蛮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前中调呢 有点让人疑惑 但是我建议你喷在身上闻闻看 搞不好在你身上超级好闻 这款只是跟我的滑雪作用合不来而已哦 下一款是memoral woman 就跟南香不一样 我一开始就还蛮喜欢的 它开出也是有那种苦苦的味道 苦爱的味道 可是它有豆蔻跟橘子的香气 让整体香味很棒 因为它变得香甜可口 然后背后还会称着 微微的木质调 非常迷人 之后就会大概维持这样的调性 反而没有像前面的那一款变化比较大 这一款呢就会一直维持这样浅浅的木质调 最后转换成有向台的味道加入其中 跟南版不一样的呢 在于甜度 它甜度高了很多 但是它没有南香的烟熏感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一个烟熏感呢 然后不喜欢甜度太高了 你要去看南香 可是如果你喜欢甜度高一点 然后你不太能接受烟熏感呢 那你选女香 但是两款呢都是这种苦苦甜甜的味道 但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女香多一点啦 以上就是我们part 3的分享啦 到了part 3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简单 但是你没想错还没结束 Mwatch还有 所以我们就只好下一集再见啦 喜欢我的影片订阅按赞分享 不喜欢的话 那我们就之后再说啦 那我们就下一支爱慕再见啦 拜拜